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让四位女主蔡小姨 万启文 邓翠文 伤天鹅 名声大振 金鹿鹿的扮演者蔡小姨可以说是一位 身世带有传奇色彩的女明星了 是90年代中期的当家花旦 可惜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生于1971年的蔡小姨因为长相酷似李嘉兴 刚出道就被称作小李嘉兴 而她们的年龄也相差一岁 看来她们两个真的是如同孪生姐妹一般 同是美业不可方物的大美女 命运却千差万别 李嘉兴给人一种带有危险的美 而蔡小姨就显得比较圆润柔软一些 满脸的胶原蛋白还带着一丝丝青涩 刚出道的时候是青春客人啊 甚至很多人都觉得她长得比李嘉兴还要好看一分 1990年19岁的蔡小姨加入亚氏 自此称为吕颂贤 江华 陈廷薇 万启文等人的同门师妹 很快这群年轻人就冲锋陷阵 担负着亚氏抗争TVB的重担 1991年21岁的香港第一美腿万启文 和打她4岁的吕颂贤 因合作大提琴于点三八 从戏里爱到了戏外 出于热恋中的两人 常常偷着恋干柴烈火掌 情义绵绵刀 同年20岁的蔡小姨在演艺员训练班毕业 正式出道 第一部戏就和江华 吕颂贤和米雪等合作 出演《还我今生》 剧中的蔡小姨容貌出众 身材高挑 很快引起了亚氏高层的注意 尤其在1993年的亚氏力作 天产变之 在与天比高中 蔡小姨成功塑造了美艳又洒脱的女主角 大明俊之后 深得亚氏高层的欣赏 所以决定力捧 很快蔡小姨作为女主角 就和真子丹合作了 红西关 蔡小姨和真子丹未传出任何绯闻 但世界万启文距离和真子丹擦出爱的火花 只差一年 当时万启文和吕颂贤因性格不合 早已分手 红西关让蔡小姨和真子丹都名声大噪 真子丹甚至获华语电视剧最佳男主角提名 但接下来的一个月 蔡小姨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云里雾里 飘飘雨仙 1994年9月 亚氏和央视首度合拍的《碧血青天杨家将》上映 剧中除了包拯展昭和杨家将 这些当年的大IP 让观众印象深刻外 蔡小姨的黄贵妃让人眼前一亮 蔡小姨的古装扮相 美艳无比 气质华贵 同门兄妹的虐恋 从此蔡小姨这时红透了大江南北 因其侧眼宛若李嘉兴 又被称为亚氏翻版李嘉兴 1995年 亚氏趁热打铁陆续推出《星报经天》系列 因为贵妃一角太过惊艳 在沙姆状元 秋铁坟 在世情仇 峡谷神算等多个单元中的女主角 亚氏拍板全部交给蔡小姨出演 此时的蔡小姨是当之无愧的当家化蛋 众群捧月斑 甚至有男演员主动给她上茶 她自己也开始飘飘然起来 因为有老板的力碰 所以亚氏给了她所有演员中的第一高兴 因为有老板的力碰 蔡小姨便私自接戏 亚氏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有老板的力碰 蔡小姨认为亚氏会始终纵容自己 也正因为如此 为她日后被亚氏开除 周深永不录用 买下了伏笔 1996年 亚氏重金打造了巅峰之作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该剧已经播出 就刷爆收续 也让蔡小姨人气再度暴涨 和万奇文并驾齐驱 成为当时的亚氏一姐 大伙的同时也传出了 出道以来的第一次负面新闻 邓翠文扬言要完餐她 邓翠文作为曾经的TVB女王 被亚氏挖来 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第一女主演 但是蔡小姨在剧中的服装 不但更换最多 换时还最华丽 据说邓翠文对此特别不满 心生妒忌 而蔡小姨也在采访时披露 邓长长恩基 拖慢拍摄进度 两人不合的消息不惊而走 甚至有传言邓翠文要完餐蔡小姨 哈密欧等把蔡小姨完餐 邓翠文就先把自己完餐了 邓翠文和男主角江华英 春天的约会拍戏 日久深爱 两人经不住冲动 谈起了地下情 但此时的江华早已和香港女歌手 麦杰文结婚 连儿子都两岁了 邓江两人约会 更是多次被狗仔队拍到 邓翠文嫌 这还不够刺激 贸然在公司举办的庆功宴上 大胆向江华表白 本来说好的地下情 一下被爆了光 江华转身立刻找老婆求原谅 麦杰文马上出面指责 邓翠文勾引有富之富 邓翠文则痛诉江华的种种不堪 走之闹得一地鸡毛 另一边的蔡小姨 未受此任何影响 此时的她蔡25岁 前进无限美好 借着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大伙 频频收到内地多个剧组的邀约 但福之获兮所依 获之福兮所福 此后的蔡小姨 运势突然急转直下 直至震惊圈内 身为亚视一姐的蔡小姨 有着顶级流量 自圆街道手软 却突然人间消失 有人问其原因 蔡小姨身边人 包括她的姐姐 所有人竟然都避而不谈 躲躲闪闪 相当诡异 一年后蔡小姨又突然回到亚视拍戏 但和之前相比 判若两人 原本很聪颖的一个人 拍戏第一天 和剧中男友拥抱的简单镜头 真正从早拍到晚都没有过 据当时的人说 蔡小姨时而正常 时而暴躁 前后完全是两个人 有人怀疑 是不是被人下了降头 蔡小姨说已经找过多人 但一直没能破解 不但如此 连破解的高人都受到牵连 轻则受伤 重则丧命 蔡小姨后来又被传言 曾因自杀被送进医院 好在救回了一条命 自私蔡小姨被亚视永久开除 毕竟都是商业生意 据说另一个原因 是亚视换了新高层 姜美宜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 透露了引擎 姜美宜曾和一个毛山道士师傅闲聊 咨询能否为某判若两人的女性 指点迷惊 毛山师傅为此开盘 道出原委 该女性在某国搭上了一个有妇之夫 男人的太太知道后 找到女性下跪恳求 不要再缠她的丈夫 因为太太很爱她 同时叶怀又身孕 她实在不想家庭破裂 但女性正当红 气焰有些嚣张的大道 我就不走 你要搞清楚 是她找我 不是我主动找她 没想到原配性子很烈 竟当面跳楼自尽 造成一尸三命 师傅劝说姜美宜不要管 没有用 因为怨恨太深太深 甚至无法化解 但毛山师傅也说出了破解秘密 就是让该女性去某个国家 做一件事情 但该女性是不会这么做的 因为那三个人 根本不会让她坐上去某国的飞机 她们会一直跟着女性 姜美宜说完后 主持人吓得一身冷汗 此消息一出 立刻震惊圈内 众人纷纷猜测 都大抵知道 她们说的是谁 据说蔡小怡得知后 痛斥姜美宜不该救世重提 接她床疤 因为这件事情众多纷纭 反而成为了话题 尤其会不时被玄幻节目 作为案例来分析 这也是蔡小怡 即便隐退了每隔一段时间 还是被人提及想起的原因 事实上在2014年 蔡小怡宣布付出后 她再也没有代表做问事 2014年宣布付出 她很快因为没有工作 又消失在众人眼中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她的精神状况为人所担忧 只不过二度退出后 她的心机又变得神秘起来 基本上不再与圈内人士往来 只会偶尔经营社交平台 也不会公开个人近况 外界对她基本一无所知 外界对蔡小怡的担忧 不是没有道理的 她最近一次曝光 公开露脸是在公共交通上 当时久违露脸的蔡小怡 大半嬉心 但是因为面容憔悴 且深情呆滞 看起来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不是太好 也不知道她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蔡小怡 迄今最后一次 在社交平台上露脸 是在2020年的4月的时候 之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直到近期因为她的旧闻 又再度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曾经被形容是翻版李嘉欣的蔡小怡 却没有李嘉欣的好运气 至今也未婚 她的事业高不成低不就 连人生都是一个谜 令人唏嘘不已 一代家人 年轻貌美 身材俱佳 贵为一姐 曾经多么的风光无限 娱乐圈本是名利场 又祸又无处不在 如果把持不住 难免迷失方向 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老天给我们的每一个礼物 都以暗中标好的价格 一旦跨越雷迟 只能前半身偷情 后半身缓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的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请多的订阅